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趁著Bossing Day想和大家一起開箱 我在一個網店買了一些東西 就是一個叫Book Depository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主要是購買書籍 但它的特別之處是它是全球免運費 所以如果有些在外國出版的書 你在香港找不到 你可以試一下在這個網站找的 我曾經也試過找一本繪本 在網上找到的價錢 是比起我在香港實體書店 找到的價錢更便宜的 於是我就嘗試在這個網站找一下 有沒有Moleskine或者有些人叫Moleskine 我曾經真的上網聽一下 我的總裁說這個字是怎樣讀的 他們說本來是讀Moleskine的 不過現在也有很多人讀Moleskine 所以他們也會認可這兩個讀法 我也曾經試過在Moleskine的專門店 買過一本它的藝術系列的Watercolor album 而且我也買了另一本送給朋友 當時我記得它做的折扣是買兩本有七折 原價是228元 七折之後大概都要一百七十幾元 但是我去到這個網站看到 它的價錢是值得很多 所以如果你想買Moleskine的話 你一定要去這個網站看看 看看有沒有適合你的款式 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開箱 我總共買了三樣東西 三樣東西都是來自不同的公司 所以它們就會分開寄來 就在這裡了 而這三本都是手杖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是怎樣 就和我一起看吧 Moleskine Moleskine Classic Lookbook Large Dotted Black 是港幣106.72 看看 哇 真的完全是我想要的樣子 其實它是點點寶來的 而它的好處是 我喜歡它是硬皮 還有這條橡筋 紙質很滑 是帶點米白色的 那我就會在後面試筆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就用了 YUNI的針筆 然後就用了 TOMBO的Brush Pen 然後就用了 斯德樓的Brush Pen 然後是Pentail的毛筆 之後是瘦泥筆 之後是不足的Brush Pen 然後就是貓Liner 貓Liner之後我就試用水彩 還有Grush 最後就用了墨水筆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看到 上面這些沒什麼問題 那中間這裡這些 中間這裡這些 中間這裡這些 比較墨水的筆 就開始有少少問題了 Marliner 都很常算可以 只要 除了紅色這裡 壓得久了 那水彩呢 它都不算是過底 不過就 效果沒有那麼好 還有少少少 如果以紙質來計的話 MD Notebook 是絕對會給這個優勝的 但這個優勝 就是它的業縮會多些 它是硬皮 而且後面還有一個袋子 給你裝飾 Moleskine Art Collection Sketch Book Large 115.7 它的紙質是165g 也是硬皮的 表面有少少藍色 這個款 我們打開 它是有少少米白色的 但是它很滑的 超滑的 而且它可以攤平的 買手帳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可以攤平的 哇這個真的很漂亮 摸上它的質感 超舒服的 我很喜歡的 有一些手帳 台灣手帳人 都是用這一本 而且它也挺多 比我想像中 它是多很多字 試回剛才我們試過的筆 這一本的效果 是比起剛才那個 好很多的 你看到它是完全沒有過底 基本上 都不是很見到 背後的顏色 Mosin的Art Collection 其實有兩款 一種就是Water Color 另一種就是這個Sketch Book 但是我看到有些台灣的手帳人 都會用它來上水彩 那我就想試一下它 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到水彩 那試的效果就是 其實畫多幾下 它是會有少少起紫粒的狀況 而且它很快乾的 所以那些延展性就不是那麼高 水彩雲簷的效果 就不是那麼能夠做到的了 但是重疊也是還可以的 最後就試了Garage 其實Garage本身延展性 都是不高的 所以其實它也不會過底的 最後一本就是這個 超期待的手帳 是我最期待的一本來的 因為這一本是一本 很特別的手帳 它是非常厚的 你看一下 它是很厚的 就是它了 它就是叫做 Illuminator Bible Art Journal Edit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其實這一本是一本 手帳聖經來的 它是一本手帳聖經 在外國其實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 那看看這一本是怎樣的 哇 它這一本是燙金的 就是可以寫送給人的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 內葉封面 也是燙金的 超級美 哇 我覺得完全沒有買錯 這一本聖經 真是厲害 我每一頁都覺得很開心 那我呢 其實幾年前已經知道有這個 但是因為一直都買不到回來 那直到有 這個網站之後 我就決定要訂回來了 那其實呢 它的做法就是 可能有時候你看 聖經 然後呢 你看到這一句 你覺得很觸動你 你也覺得很感動 那你就可以把你所聯想到的畫面 去變成一些圖畫 但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做過這件事 所以我也怕我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聯想到那些圖畫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本 它本身也有一點點插畫的 其實呢 已經有 房間有很多不同種類這些 Journaling Bible 但是呢 今次這一本呢 我真的覺得超漂亮 它很有那種美女與野獸的感覺 這些插畫呢 又古典啦 又漂亮啦 聖經的紙呢 其實很薄的嘛 但是我看到呢 它們是有一些特別的顏料 是真的可以畫到上去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看我之後 怎樣去在這本聖經上面畫畫呢 其實可能大家都有聽過聖經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聖經是什麼來的 聖經究竟有什麼重要啦 其實聖經就好像一本手像一樣 我們一般人就會把我們重要的東西寫在手像裡面 而 這本手像呢 就是神的手像 它好像呢 將它覺得重要的東西寫在裡面 就是關於神和人關係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看聖經呢 其實就是一個 認識神 以及認識神怎麼看我們 認識我們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舞咒來的 所以呢 我 我就很想呢 這一年就可以用這一本的 手像聖經呢 去到 每一天花些時間給自己 花些時間給神 和神聊聊天 祈禱這樣 我覺得這本聖經呢 就算有沒有信仰的人 他們都會喜歡 因為真的 很漂亮啦 那如果你也是有信仰 或者你對信仰是有些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聊聊天的 看完這條片的話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呢 你有什麼想法 另外呢 可以follow我這個channel 和我的IG 我現在呢 在這裡籌備 搞12月和1月的工作坊 還有呢 跨年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give away 如果想知道詳情呢 就記得緊貼著我這個channel啦